旅阿嬤穿着单薄 床就在大门口旁 拉门只遮一半 身上盖的棉被显然不足以预寒 陈女士长期卧床 直板取代床垫 天气变冷了 怎么受得了 赶紧更换请聚 冬令发放通常以食物为主 今年志工实际仿式发现 很多老菩萨都有穿盖不暖的问题 今年我觉得很冷 我们给感恩户 给一个温暖的棉被来盖 选了保暖 但不厚重的棉被110件 还根据阿公阿嬤的喜好分配 逐户发放 超过百岁的李奶奶 志工陪伴将近20年 固定存下零钱作为回馈 谢谢你啦 感恩我感恩你啦 张小弟在妈妈的教导下 存下点滴铜板 回馈慈祭人长期以来的照顾 我真的也只能是小钱这样子 回馈一下 回馈给别人 翻转手心 张先生也送爱国际震灾 志工东令送爱 也感受到反馈的温馨 大爱新闻真上美志工 洪丰荣张静芬台中报道